的话我们大概复习一下 test 函数 也就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什么年月日 还有周期把它拆开来的话 还有像10分秒也可以拆开来的话 这个地方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当文字来拆解 可是问题跟前面一样 如果你直接拆用Labs、Mid 直接拆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是数字 它只是表面上让你看到它是一个日期 但实际上里面不 所以怎么办呢?你必须要透过 test 那test的话 使用的方法 我讲其实基本上就是 大概有几个步骤 一,请你把什么 把这一个按右键图存的格式 先把什么?把它里面的制定 先点到制定 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贴到那个test的 叫format text里面就可以了 OK,那这样的话 它就直接帮你转成你要的文字 你再去切割就保证成功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 一,先复制这个 然后二的话就是在这边插入什么?插入那个test 所以再来就找到文字函数 这个等于是做一个复习 我觉得test函数还蛮好用的 很多地方你会test 这个问题就解决 然后先把format text先加两个双引号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至于贴什么不用管 反正贴就对了 OK 然后value就是说你要放什么?放这个 就是这个直接帮我把里面原来是43902 变成它就是一个文字 那你再去切割的话才会成功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过来就文字 可是我不要全部 我要109的话 那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吧 再把公字减下 再利用插入函数 前面三个字的话我可以用什么?用laps 有没有 前 左边算过来嘛 三个字 所以用laps函数 然后文字给它 文字的话就是刚刚这个东西贴上 就这一串 有没有?就这一串 然后几个字呢?三个字 109确定没过来 不过它现在 特别之后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数字来看待的话 那做什么? 对,外面再加value OK,那我这边就不加 因为我们现在看需求 如果你只要文字 那你就这样OK 可是如果你要计算的话 那你要加value OK,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以后就很简单了 很多地方工作上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OK 那月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就插入函数 然后就用mid 因为是03好了 OK 那如果是文字就03 如果是数字的话你就取到3 它还是用value 那我们用mid OK 特别之后你不用laps 因为laps是左边算过来 几个字 但是它在中间 所以按mid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有没有,就这一串 那如果我要03的话 基本上就是抓第几个字呢? 123 4 第五个字 有没有 0 抓几个字呢?抓两个字 03 按确定 OK,03过来 因为它靠左对齐 所以一定是文字 只有文字 只有文字才靠左对齐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这个可以再把它复制 为什么? 因为日的话 其实它主要只要改几个地方 改那个什么呢? 改mid的 第几个字就可以了 它是什么?第五吗? 第六 第七 第八个字 所以改成八就可以了 打个勾 一二就过来 周几的话也是一样 贴上 然后改一下 应该第八、第九、第十 第十一个字 所以把这边改成第十一 十一 然后两个字 OK 打个勾 这样就OK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 之前好有同学问过 老师 除了这个方法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啊 什么方法? 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黏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我们就不要用文字 就是不把它当文字 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有没有 那你说哪一个好? 其实我说做得出来都好 做不出来都不好 所以怎么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最终还是取决于说 你工作上遇到 那解决那个问题就OK了 没有人说你只能用那个方法 没有啦 比如说我要到车站好了 我走这边 走中华路可以 那我走博外路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没有人说 不过还是要到中华路 反正走得到就OK了 你管他怎么走 所以有时候不用再钻那脚尖 OK 所以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尽量你就是多元的去了解 然后最后的话 你就想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对你来说不麻烦的方法 都是好 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这是我的体会 OK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就义尔 义尔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日期给他 他就帮你抓到二零 二零 可是问题哦 假设要民国年的话怎么办 再减掉多少 一九一一嘛 对吧 Enter 好 那他减完之后变 这个格式他好像会改 因为你计算完 义尔 他会把它当日期 自动帮你变成日期 所以怎么办 按右键出了格式 把它打回原形就好了 打回什么通用 就OK了 可是你会发现哦 他是靠右对齐 数字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有没有 大约又有敏感敏锐度的吧 对有的时候 是不是呢 一看就知道了 关键点 那有的人怎么看都看不出 到底有什么差别 错了他也不知道 OK 所以有些时候 就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 再来就是月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用曼时 曼时 然后曼时的话呢 就把什么 把这个资料给他 然后他就帮你抓到三月份 OK 那日的话呢 对 OK 对的话呢 就是这一个 把他给他 他12号 他过来好像变什么 变那个时间 所以怎么办 再把他格式回来 通用格式 所以通用格式很重要 通用格式意思是说 打回原来的形态就对了 原来的资料 你就不要帮我加一些什么 就是那个东西原始的东西 你不要再帮我加一些添油加醋 就最原始的东西 好 好 那周几的话呢 插入函数 里面有没有什么 week day 有没有 week day 有 week day 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按确定 资料给他 那return type先不管 按确定 他是五 可是五 五的话是礼拜七 我们直觉好像礼拜五 可是特别之后 因为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你的思维要从美国人 他们第几天 一个礼拜的第五天是哪一天 他们一个礼拜第一天 我们可能算周一吧 他可是礼拜天 是第一天 所以第五天的话就周四 但如果问题说老师我想要显示层上面怎么办 按右键儲存的格式 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日期里面不是有个周期吗 你可以再把这个格式改一下就周期 而且你会发现很妙的 它是靠右 靠右 文字居然靠右 所以你就以后如果你看到文字靠右 显然它根本是假的文字 有没有 文字怎么会靠右呢 文字一定要靠左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怎么说呢 因为它实际上里面 它里面是数字 所以它靠右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有各种的区别 然后如果你要10分秒 自己完成 因为我想应该都会吧 hour minisecond 几点有没有 几点就 10就hour minisecond 然后也是后面可以练点 不过我想这个10分秒跟道理 其实跟这边一样 所以请各位就自行练习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奥运 本来是开幕好像我记得知道 7月不知道几号吧 不过到底会办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倒数日期 会不会是剩余根本没有那一天存在 不过我想日本应该还是会让它办吧 不过来的话它好像花了几十兆的钱下去了 所以它不办好像也已经是很难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这个我刚刚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如何做切割 那我用test的第一个 然后vaps把它切割前面 mid的话就是切割中间的 那再来的话用year month date 跟week date 分别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test的话呢 其实是之前我们讲过 我们是稍微复习一下 所以以后的话 你假如又遇到你要切割资料的时候 发现奇怪 为什么没办法完成 正确得到你要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记得先利用test 先把它的格式 先把格式的东西贴过去 它就自动转成文字了 不管是不是日期时间这种东西也好 或者好像经常遇到像货币这种东西 比如它像什么 常常有什么USDollar 什么其他的货币 然后你可能要取某些资料取不到的这种情况 也是用类似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你画面上看到 你要把它拿来切割 都可以利用test完成 所以其实test是蛮重要的 再怎么样 反正这一招就够了 另外当然如果你日期部分可以 日期时间可以用year month date 跟week date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hour millisecond 这部分我想请各位自行练习一下 好